前几天,肖战吴轩怡主演的《斗罗大陆的最新花絮暴露》成为了网民的话题,这几天电视剧的在线问题让网民热烈讨论,期待着电视剧的上线。 最近,一位网民揭露了《斗罗大陆的沙青燕》,几位主演坐在桌子上,吴轩怡为旁边的小演员整理了发型,可以说是非常认真的。 《斗罗大陆》这部作品,从拍摄开始就受到了很多原则粉的关注,现在加上肖战的人气,可以说这部剧的热情增加了好几倍,拖延到现在还没有播出,也是有原因的。 最大的指示额方面,想最大化这部剧的利益。 关于这部剧的播出,在这期间,再网上传到新中央吧,让很多网民吃惊。 结果,这几年玄幻类的电视剧,没有登上中央电视台的例子,特别是第一次播出,古典作品《花千古》也在爆炸后,上星中央电视台播出,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假的。 现在却是没有上星的消息,第一部是在网上播出,这几天传来的沸沸扬扬的是本周在线。 前几天,斗罗的动作导演也发表了文件,现在删除了,导演拍了很多幕后照片,何肖战、吴轩怡,剧团整体的照片,给很多粉丝带来了惊喜。 之后网民回答说,这部剧快要播出了,从现在的各种迹象来看,应该离广播不远。 但是电视剧的官方还没有任何消息,空降的可能性很高,无论怎样的模式广播都很期待。